歡迎來到明日廚房 走進台鐵明日號車廂 溫暖黃光搭配吧台和高級圓桌 搖身一變成為移動版的 五星級餐廳 您好 今天幫您準備今天的主餐 粉嫩色澤五股牛小排 煎得恰到好處 從桌面擺設整體氛圍 到餐點設計低調奢華 瞄準旅遊高端族群 台灣特色的料理 然後欣賞台灣的美麗的風景 我朋友們也是說 他們已經過 很期待來台灣 不過要在晃東車廂裡 餐點優雅上桌可不容易 包括飲品倒進玻璃杯 高度要多少才不會噴濺 都精心算過 而且明日號專走東部幹線 餐點使用在地食材 像桌面上這道是宜蘭的櫻桃鴨 旁邊新鮮龍蝦 來自蘇澳漁港 花蓮 紫心地瓜泥 製作的拉麵瀑布 充滿創意巧思 前製作業在飯店 我們製作的時間要花3到4天 在車上我們就是做最後的一個 加熱的動作 它類似郵輪 甚至高於郵輪 收客上間54位 但是直接服務到旅客的 大概就超過30位的服務人員 3月30號首行的明日號負責 東部幹線 單日行程 副餐15800元 兩天一夜含住宿 37000元起跳 預估創造3.5億營收 還有走平價路線的藍皮解優號 專走難回斷 單程套票則499元 餐點是復古台鐵便當主打懷舊之旅 終於等到政府宣布鬆綁防疫措施 雙鐵內可以飲食後 觀光列車商機也將重啟出發 華語新聞張家寶 黃映竹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